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帕金森会让身体的各个系统一个个全都崩溃掉 不信 走着瞧 首先是外部损伤 帕金森病人的肌肉是僵硬的 关节也是僵硬的 所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时 应急反应特别差 打个比方 什么是好的机器人 能够应对障碍不摔倒 能站得住的机器人 这种稳定性需要肌肉 关节 平衡性等各大系统的完美配合 而这 正是帕金森病人的软肋 遇见障碍会摔伤 遇到地面光滑 过马路灯经常跌倒 很容易造成其他组织的损伤 再看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三系统 烟 胃 肠 嘴里一口食物 聚集了五百下 闪开 让我进去 不好意思 帕金森烟的肌肉不灵活 还没打算推咽 那嘴只能继续咀嚼呗 这就造成食物堆积 呼一下 烟又来劲了 食物还没被拒绝充分呢 烟就放行了 大量的大颗粒食物同时下咽 不好 呛到肺管子里了 胃 胃就像中了冰冻西瓜 瞬间转入慢动作 正常的胃花半小时就能搅拌和黏碎的食物 帕金森胃待花三四个小时 甚至更久 食物堵在胃里 我不饿 我不饿 我还有的是粮食 胃不开弓 会导致恶心 保障感和呕吐 肠 好的肠很活泼 一边吸收营养 一边不停扭动 扭动扭动 我把垃圾扭出去 帕金森肠可懒得动 垃圾堆得堆着吧 那垃圾可就真的出不去了 没有出去的动力啊 这就形成便秘 接着是呼吸道感染 得了帕金森 米功能完全抬不起头 一有点风吹草动 病人就感到发烧感染 时间一长就发展成肺炎 再加上烟布 肌肉失散 食物动爆 跑到肺管子里呛人 一个不小心 那就是吸入性肺炎 泌尿系统也是状况零年 晚期帕金森命人 尿贫 尿急 尿不禁 可谓样样均粘 也不管人是不是在卧床 尿胸想来就来想留就留 特别是夜晚睡觉时 病人还得起个十次八次的上厕所 一笑没起来 那几果可笑而知 来的呢 会造成前列腺肥大 排尿困难 女的呢 泌尿系统反复感染 严重时就是肾衰竭 再就是皮肤和肌肉了 晚期帕金森命人被折磨的 基本丧失行动能力 只能整日躺在床上 而入窗这个家伙 最喜欢的就是长期卧床的病人 比看见亲爹亲妈还亲 拼命往病人身上钻 甩也甩不掉 肌肉呢 本来爱活动 和一森病人又动不了 好吧 既然你不需要我 那我就默默地退化吧 肌肉就这样萎缩 消沉下去了 颤抖 卧床 最后心肝脾肺肾 集体出问题 太可怕了 圣诺君 咱们来说点正经的吧 得帕金森之前 有啥征兆没 帕金森怎么才能确诊 如果真的得了帕金森 这病人家属科怎么做 才是对患者真的好 圣诺君 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玄妙地说完了 咱就说说这迟和拉萨 看病迟要康复的事呗 没问题 下期就说这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